今天跟我叔 就是要回来祭拜父母 然后这一排的话都是我们的主席 然后这是我父母 后面那个是我爷爷奶奶 烧着烧着下雨了 雨叉叉的就下下了 然后我叔的话已经回去了 车在下面叔已经回家了 那一户人家是我二叔 就是我爸的兄弟我爸的二弟 然后这一户人家 就是我冲着里面的 小的时候也挺照顾我的 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父母 就是母亲就不在了 所以家家户户人都很照顾我 然后那个红房子后面 那个平呢 那就是我们之前的老家了 现在已经拆切了 山 山非要跟着我回来祭拜 然后就要把它一起带上来了 下雨它身上也湿透了 你说这雨也是奇怪 现在我前面干干的 后面都湿透了 然后现在下去 这大雷呢 我们家的贴气特别的凉快 超级凉快的那种 我小时候的话就是在山上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山沟里面那座山里面 经常跟他们进去解蘑菇 然后砍一些木头 回来卖 就是要赚钱 十三四岁的时候 就跟他们开始在这大山里面砍樹 解蘑菇 你看那有个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那有个人就是解蘑菇 背了一框蘑菇 这山里面的每个地方我都知道 这这里都是有明之亨的嘛 因为每次砍树也好解蘑菇也好 都是会记住明之亨的 你从来掉下去了 山上来 三条腿本来就不舒服走路 你还非要跟着上来 我让你在下面等着我 这个草会咬人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草 这个草咬一口老疼了 又疼又咬 就这个 我小时候经常被这个草咬 看 这个草小时候经常咬我 咬一口身上起 一匹疙瘩 就是一匹疙瘩 然后下面那个呢 是我收他里面 然后开车带着我收 然后一起回来记住 这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家乡 好冷啊 天气特别冷 走路车 哎呀 你老是跟在我屁股后面上 你看心影不离留 回去了 一年没回来了 好不容易回来这么一次 就会先回来祭拜一下我父母 看 这就是山里面的许多地方 都拆完了 小时候生存在这座大山里面 每次到冬天下雪的时候就大雪分山了 一冬天反正就靠收点木头 然后来取暖 冻的手脚都肿了 充满了我童年的怀疑 我在13岁离开的这座大山 13岁走出去然后在工地干活 在工地上班 然后那一块是我 我家的房子就是雷维兰 这边是我三叔 然后下面这个是我二叔 不过房子都拆了 现在就剩下一个居委会 然后我二叔家的话就是活动板房 给的活动板房来养一羊呢 因为在山里面养植妈狗 在山里面很冷的 我现在动得我红身颤抖 山你能找到路啊 你能找到路吗 山 看起来我这山 跑得老快了 那一块儿